第59章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话说1958年9月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文天、黄克成、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听取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9月9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脚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后来,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果然于10月间被迫同意从中东撤军。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文天、黄克成、王炳南、乔冠华等人,继续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给周恩来等人处理。 他还交代说,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数值完毕。 随后,毛泽东又向王炳南念手记忆。 据王炳南回忆说,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述的方法。 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 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 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胡志明9月8日的来信。 胡志明在信中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假,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 1.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 毛泽东随即复信给胡志明,他写道,主约8日来信收到,谢谢你。 我认为,假,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 1.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天就要亮了,毛泽东提笔为乡谈大学提写了校名,写了东山学校校名二指,并写了一封回信。 接着,又给毛宇居写了一个短信,还在一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写上香香县东山学校,毛泽东两行字,把题字书信装入信封,让秘书送给毛宇居。 原来,毛宇居在几天前再次来到北京,下榻于和平宾馆。 毛泽东太人把他接到家中续谈,毛宇居说起,香坛县委决定创办香坛大学,目前正在筹备之中。 毛泽东关切地问,大学办在哪里? 毛宇居回答说,办在杨家桥园湘江煤矿就职。 那是一个山冲里。 哪来的学生呢? 如今不同了,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学生都是从全县高中,初中里选送来的。 教师主要是从县内中学抽调出来的优秀教师,还聘请了一部分工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员,只是没有教授。 毛泽东很是赞成这种办学方式,点点头,说道,教授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 毛泽东问起办学经费问题,毛宇居说,在全县财政经费内统筹解决,学生办公办读,还能自己解决一部分。 毛泽东表示赞同,毛宇居见时机到了,马上说明了来意。 他说,主席,你的汉墨写得好,家乡人民都很喜爱。 我这次来是受湘潭县委的委托,特意来请你为湘潭大学提写校牌的,请主席一定答应我这个要求。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 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 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不会有意见。 毛宇居赶紧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一张由我带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湘东山学校,我替你送去。 这样,两些人民不就多满意了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答应就这么办。 可他的事情太多太忙,一直拖了几天,直到现在才写好了。 他派秘书到和平宾馆,将信件送给毛宇居。 毛宇居打开一看,见里面不但有毛泽东亲笔提写的湘潭大学,东山学校校名,还有写给东山学校和他的二指辩信。 只见毛泽东在给东山学校的信中写道,东山学校各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 献尊主写了校名二指,请选用,为之适当否。 毛泽东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上写着,宇居兄,尊主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指,请转至,选用,为判。 令至东山学校一指,一请转至。 毛泽东1958年9月10日,秘书见毛宇居非常高兴地收好了便函,便告辞说,主席还交代说, 几年老转主有关人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协同江青,来到北京飞机场,他对张志忠说,第一站去武汉,看出铁去。 而后,他们分别登上两架飞机,缓缓升上天空。 原来,武汉方面根据毛泽东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疆的指示,建在武汉青山的第二岗渡,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计划在1958年国庆节后出铁。 这个消息一公布,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撰文说,中国是吹牛皮说大话,根本实现不了。 9月10日11时40分,毛泽东一行人飞抵武汉。 张志忠一下飞机就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 毛泽东说,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 张志忠说,那你好好的先睡一觉吧。 毛泽东抬头看了看阳光明媚的天空,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 毛泽东说着就去登车,张志忠,曾熙胜,王任仲,江青等人同车随行。 来到船上,毛泽东与准备陪他游泳的武汉体委游泳指导赵锦青, 北京体院学员陈嫣平和四川自宫二中体育教师陈廷杰谈了话。 他提出了一个让众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说,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 全国六亿人口,能不能有三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毛泽东看着三个非常惊讶的运动员,又说,我看是可以的,完全可以。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气,要走出游泳池。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有些体育工作者不安心工作,就问赵锦青说,你终身做这个工作高兴吗? 赵锦青回答说,高兴,我愿意终身做这个工作。 你们知道吴传玉吗? 这三个运动员当然知道吴传玉,因为吴传玉是一百米洋勇世界纪录创造者,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得过奖,在为吴传玉受奖的仪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毛泽东又问,现在是否有人赶上了他? 没有。 毛泽东屈指算着,五十五年,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三年多了,怎么还没有赶上他呢? 运动员们说,我们一定能赶过吴传玉。 毛泽东问了几人的学历,说,你们是学出来的,可是要好好工作呀。 你们是年轻人啊,时间是你们的。 运动员们激动地表示,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一定要努力工作,把青春献给党,献给党的体育事业。 毛泽东笑着说,还要向群众学习呀。 说吧,他和江青,张志忠,曾熙胜,王任重,一共五个人,在船上吃了很简单的中午饭,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 饭后,毛泽东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志忠和曾熙胜,你们可下水。 张志忠,曾熙胜二人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 好吧,毛泽东不识时机地幽默了一把,你们都当官朝派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 汇报结束后,王任重又说,为了活跃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晚上搞一个舞会。 毛泽东转对张志忠等人说,好,今晚大家都跳舞去。 张志忠说,我不会。 毛泽东笑了笑,开玩笑说,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 是日晚,张志忠在舞厅里坐在一旁看众人跳舞。 江青见他不下场,就主动上前邀请他跳一曲。 张志忠感觉盛情难确,只好上场了。 一曲终了,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你也下海了,可见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 张志忠也笑着说,我跳舞是三不管,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步子。 9月12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在武汉军区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以后,乘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 张志忠对同车的曾希胜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 曾希胜说,我也不准备参加。 说话间,车队来到了大操场。 毛泽东下了车,站在那里等候众人。 军区司令员陈在道和叶子龙跑到依然站在车前等候的张志忠,曾希胜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 张志忠,曾希胜赶快走到毛泽东面前,张志忠说,我不要照了吧。 毛泽东说,为什么? 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照相了吗? 张志忠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做了书面发言。 这时,陈在道也补上了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啊。 张志忠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泽东离开大操场,再次来到长江边上,念疆而立,准备下水游泳。 张志忠将于战邦介绍给他说,这是我的秘书于战邦同志。 毛泽东呕了一声,向于战邦伸出了手。 于战邦赶紧上前,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显得紧张而拘紧。 他怕毛泽东在轮船的机器轰鸣中听不清他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于战邦,是战江的战,联邦的邦。 毛泽东问道,是干钩鱼吗? 于战邦心里暗暗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不道姓呢? 就赶紧说,是人和鱼。 毛泽东看着于战邦紧张的样子,故意温和而幽默地说, 幽性很多,有干钩鱼,有人喝鱼,有人则鱼,有口人则玉,有鱼姬的鱼。 他用手指指浆水,又说道,还有水里的鱼。 其余甚多脸。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接见了集聚在大操场上的四个高等学校, 一万三千余名大学生和教职工。 此后,毛泽东在和学校领导人的谈话中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 学生自觉的要求实行办公办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 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 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傍晚7点20分,毛泽东在湖北第一书记王任仲,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洋桥陪同下, 来到洛家山北路武汉大学物理系创办的工厂区。 在炼交厂,副厂长盛容生代表炼交厂的同学们向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看着正在炼交的轰炉问道,你这个工厂有多少人? 盛容生回答说,三十几个人。 你们是一班干吗? 是分两班干。 那不是要停火吗? 不停火。 不停火。 那一班不是要工作12小时吗? 是不是要工作12小时呢? 盛容生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 正式生产以后是要做些调整的。 毛泽东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说你们要有节奏的生产,要劳动好,学习好,也要休息好啊。 他来到咕噜厂,看到照明条件不好,光线很暗,工人们都在砸石子,便关切地说,为什么灯光这样暗呢? 可不要砸着手啊。 毛泽东在走向学校卡普龙场的路上,化学系党支部书记罗洪运汇报了系里办厂的情况。 他问道,你们办这么多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罗洪运说,我是外行。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外行要变成内行了。 罗洪运马上说,我一定要变成内行。 毛泽东来到电池厂,徐县力代表电池厂的同学,向他问好。 徐县力汇报说,我们这个电池厂是白手起家的,经过全体同学大胆设想,大胆革新,利用废物造出了土机器,许多部件是用木头代替钢铁,产品质量却完全合乎国内的先进水平。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好,完全合规格,合乎国内先进水平。 毛泽东来到硫酸厂,看到厂长方又龄一身工人打扮的样子,笑着说,你像个工人样子了。 在归销厂,厂长谢能勇操着一口相谈话,向毛泽东报告说,这个厂房,是我们同学们自己动手盖的,没用一个工人。 毛泽东问他,你是几年级学生,工厂有多少人? 谢能勇说,我是两年级的,这个工厂一共有26个人。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个子不高,年级不大的相谈姑娘,觉得十分有趣,问道,26个人,你能么管得了? 谢能勇说,全屏同学们一起干。 对,对,一起干。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王任重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建议说,主席应该吃饭了。 毛泽东坚持要去看物理系的练锡钢片场。 一直到7点45分,毛泽东才在大学生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洛家山。 这天晚上,王任重邀请毛泽东、江青、张志忠、曾希胜、陈在道和三名女游泳运动员到著名的豆皮店老通城吃饭。 毛泽东到了老通城,对王任重等人戏言道,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到老通城来吃豆皮,不然别的管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 他还说,湖南湘潭东山中学给我寄来一碟子大字报。 原来他们曾写信来请我为他们学校提名,我向来对请我提字是能拖就拖的,但是另外一个韶山中学要求我提字我很快就提了,因为韶山中学派人到北京来作所,我没法拖。 于是,东山中学的大字报就给我提出批评,为什么韶山中学要求提字就提了,东山中学要求就不提,这是偏心。 这时,刚好湘潭大学也派人到北京来请我提名,我就连东山中学一起写了,叫他们带回去,并且付给东山中学一封信,表示接受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这是第二次来老通城,他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打招呼。 毛泽东是个好记性的人,他和已经熟悉的饭店人员一一亲切握手,还说,又来麻烦你们了。 毛泽东坐下后,服务员送上毛巾,毛泽东非常客气地说,谢谢。 这一餐饭菜,除了豆皮,另有四个菜,一个汤,服务员还端来了馒头。 毛泽东一看馒头上来了,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 他说,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 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 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 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 毛泽东说得会声会色,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由于天气太热,大家出汗很多,服务员送上的毛巾,需要在顾客用后再洗上一次,再用再洗。 毛泽东似乎不习惯这种服务,一个老师傅想为他换毛巾,被他拦住了。 如此数次,毛泽东都一一谢绝。 大家都快吃完了,桌子上还剩有一些菜。 已经放下筷子的毛泽东,又举起筷子,要同桌的人把饭菜都打扫干净。 他用筷子指着墙上炮打保守,火烧浪费的标语说,你们不吃完,就要火烧浪费。 饭后,毛泽东在前厅和全体服务人员合影留念。 他在上车离去时,还频频向老通城的工作人员挥手,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十日晚,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个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他对李达说,你写的社会学大纲很好,我看了好几遍,我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值得一读。 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三岁。 人老了,思想不能老。 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 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定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此后,李达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一直记在心里,每逢写文章时,他总要征求旁人的意见,问火力是否不足。 9月13日,毛泽东读了周恩来关于福建前线的战况报告,致点周恩来、黄克成、周总理、黄克成同志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两件,及我军命令一件,收到。 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廖罗湾三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力,至少有中力小力。 你们意见如何? 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 特别黑夜对廖罗湾打,白天精确的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教有力。 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 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查战,不要合盘托出。 比方一四不会合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查。 周鹏张桥冠华诸位意见如何? 顺住其开得胜。 毛泽东9月13日于武昌9月13日午饭后,毛泽东和张志忠,江青在王任仲陪同下,从东湖宾馆驱车来到长江边,登上船驶入江心。 毛泽东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顺着船舰的扶手下到水中,一口气游了十几公里。 下午两点,毛泽东在蒋家蹲码头回到轮船甲板上更衣,同张志忠、王任仲、江青等人上岸。 武冈的李怡青、韩宁夫等人早在码头等候。 众人上了车向武冈厂区驶去。 今天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日产生铁2000吨的高炉的投产将会给1958年的全民炼钢运动带来极大的鼓舞。 这天下午,叶阳当空,提前竣工的武冈一号高炉直插晴空,炉前贴着巨幅标语。 三千多名群众和武冈工人聚集在高炉右侧,等待高炉出铁,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在厂区一排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前下了车。 李怡青请毛泽东在经理办公室稍时休息。 韩宁夫正要展开厂区总平面图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指着他问道,我们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笑着说,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咯,又是宁,又是福吗? 他看着厂区平面图听韩宁夫汇报,听说一号高炉有七十多米高,直径十二米粗,日产生铁两千吨。 他满意地说,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 他又问,几时能够出铁呀? 韩宁夫说,三十左右出铁。 他问,有没有把握? 韩宁夫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百分之一。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 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看,明天看不到,我后天再来。 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下午两点五十九分,毛泽东,张志忠,江青, 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仲,第二书记张平化,武钢钢铁公司总经理李怡青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武钢一号高炉前。 守候在那里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簇拥中,攀上高炉平台,平栏向群众招手致意。 接着,他转向炉台中部,和等待在那里的十四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一握手。 工人们高喊着,主席,你好。 感谢你,主席。 毛泽东也喊道,你好。 你好。 毛泽东来到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了解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问道,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公司一位副经理答道,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 三点十分,一号高炉的炼铁工人打开出铁的眼,快要出铁了。 毛泽东忙站起来看出铁。 他问道,出铁需要多长时间? 旁边的人尚未答话,只见炉前红光冲天,铁水奔流而出。 炉台上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毛泽东居高临下,向炉台上的工人鼓掌致意。 他高兴地说,到前边去看看吧。 毛泽东在炉前询问了一些出铁的情况。 他又来到高炉操作室,接见了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 他说,这么大的高炉,武钢要建四座。 目前,苏联也只有三座,美国一座。 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王任仲建议说,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毛泽东说,去看看吧。 3点40分,毛泽东离开了一号高炉,乘车来到炼焦厂。 他向党委书记、厂长询问了生产情况。 看了第一炉出焦后,他说,再看一炉。 他还询问了煤气处理的情况,就回收废弃制造化肥问题只是说,油岸应该多生产一些。 下午4点钟,毛泽东看完第二炉出焦后,在炼焦工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武钢工地。 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青,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毛泽东说,像武钢这样大的企业,可以逐步地扮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扮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 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接下来,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一山,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毛泽东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天气又很闷热,就对李一山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 一众人等马上转移到船上,毛泽东让李一山谈谈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三峡工程的寿命问题。 李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 但由于长江全年来,水量比黄河大20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 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五万吨。 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四百年,至少也可以用二百年。 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 毛泽东说,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至二百年太可惜了。 谈完了工作,毛泽东就下水游泳。 9月14日,毛泽东视察了武汉第一沙场,武汉重型机床厂等。 按照事先的安排,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就要去安徽。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锡胜,需要先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 张志忠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份偏爱。 这次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当然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他找到曾锡胜说,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 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 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毛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 曾锡胜当然也愿意这么做,可他知道毛泽东外出,一向喜欢轻车减从,更不喜欢家道迎送之类的安排,就说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 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向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迎接。 当然,毛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更好。 张志忠说,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吗? 曾锡胜说,好吧,听你的回音。 主席能答应最好。 在吃晚饭的时候,张志忠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十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你。 你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一睹风采吧。 你不反对吧?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夹起一点菜,慢慢地放进嘴里咀嚼着。 负责保安的罗瑞卿听张志忠这么一说,不免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你说要加道欢迎。 毛泽东每次外出,每每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这时候是他们保卫人员最紧张最担心的时刻。 况且人一多,秩序难免混乱,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毛泽东觉得罗瑞卿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还是接受了张志忠的建议。 他说,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 安徽声尉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志忠文言可真是喜出望外,吃过饭就告诉曾希胜说,毛主席批准了。 曾希胜要先回合肥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合肥群众欢迎毛泽东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到毛泽东的住处。 他们会在毛泽东的住处附近等候他出来,不断地欢呼和喧嚷,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保安工作也不好做。 于是,他就去找张志忠商量,能不能在毛泽东进合肥时仍然采取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搞一个家导欢送。 张志忠说,这个办法好,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是日晚,武汉市十一位妇女代表早早来到了省委会议室里,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泽东来了,他面带微笑注视着在场的人,伸出手和站在最前面的劳动模范朱梅握手。 后边的詹书泉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 周春芝也赶紧凑近毛泽东身边。 萧辉娜介绍说,他就是我们在八大介绍国的五好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周春芝、杨菊玲等代表们握了手,招呼大家坐在会议室正中的大桌子旁。 他问穿着一身白制服的邱一英说,你是做什么的? 邱一英站起身,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说,我是人民警察。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微笑着称赞说,也不容易落。 他看了大桌子上摆着的武汉妇女们制造的化学标本,有硫酸亚铁、销酸、硫酸、硫酸钠、氯化氨等。 他拿着一块胶碳看了看。 这块优质胶碳就是站在他身边的郁王乡亲手练出来的。 郁王乡和二十多个妇女苦占了两个多月,已经练出了二百多吨胶碳了。 毛泽东望望郁王乡,说,妇女也能练胶了,这是怎么练出来的? 郁王乡说,他们是用土法练的。 接着,他将用什么方法,有几个人工作,需要几天练成,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9月15日,毛泽东从武汉动身,经厄城前往武钢大野练铁矿区大野钢厂视察。 上午时时,毛泽东在王任仲、张平化和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陪同下,来到大野铁山的尖山矿区,在铁山党委书记张平、矿长陈明湘引领下,朝矿区走去。 毛泽东问,整个大野铁山矿石运藏量是多少? 陈明湘回答说,是一亿一千万吨。 多不多?少不少? 张平化插话说,这个一亿一千万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有些情况还没查明。 王任仲递给毛泽东一块矿石,毛泽东翻来覆去地看着,又垫了颠,问,矿石含铁量怎样? 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分?你们是不是光药铁? 陈明湘说,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至60%, 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的成分。 看了一段矿区,张平,陈明湘请毛泽东等人来到休息室。 陈明湘汇报说,这里是露天采矿,玻璃工程很大,基建费用也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 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不搞电机车,也不用电产。 但地下开采,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毛泽东问,花了多少钱? 基本建设,原来计划的费用是一亿五千万元。 经过工人们详点子,找窍门,千方百计实行节约,结果只花了一亿两千万元,省下了三千万元。 你们是包干? 陈明湘回答说是。 毛泽东说,好。 包干好。 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 陈明湘说,早搞大包干,省得还要多,有一亿就够了。 张平化说,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是,关键是发动群众。 这里的电机车设计能力是拖八个车皮,工人们打破迷信,大大发挥了机车牵引能力,前几天拖到13个,现在拖到14个。 工人说,完全可以拖16个,比设计能力提高200%。 毛泽东走出休息室,寻着弯曲的山道,登上大野铁矿露天财厂尖山180水平处,查看长子面上穿孔机、电铲、电机车、汽车、风钻的作业情况。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久久地望着工地上穿梭往来的繁忙景象。 吃过午饭,毛泽东乘车去大野钢厂。 他始终惦记着全民大链钢铁的指标问题,在车上问杨瑞,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 你们地方怎么样? 杨瑞表示有信心。 他介绍说,大野钢厂的职工干劲很大,这个厂去年还只能生产十几万吨,今年已经跃进到50万吨。 毛泽东说,这很好,跃得很快。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 下午一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野钢厂,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大野钢厂。 厂长江敏,炼钢部党总支书记丁振江,主任王玄志,马上出营。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平炉炼钢厂,顺着一条窄小的楼梯,要爬上离地面有五六米高的平炉操作台。 丁振江和王玄志,一前一后要扶毛泽东,被他谢绝了。 毛泽东来到四号平炉前,问,这是什么炉子? 江明说,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 有多大? 90吨的。 丁振江介绍说,这是三座新进建起来的平炉,都是最近投入生产的。 毛泽东从炼钢老工人平炉工段党支部书记张开仙手中接过蓝色的炼钢镜,迎着炙热火光,走到炉前观察钢水。 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三号平炉,再走到二号平炉前。 二号炉前不久大放卫星,称,每炉炼钢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一倍。 毛泽东拿起炼钢镜看了一会儿,问道,现在你们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丁振江说,现在可以出到150吨以上。 毛泽东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他的兴致依然很好,下了二号平炉,又看了电炉,转炉车间。 他称赞说,你们建设得很快,建设得好。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炸钢厂,特别注意观察了国产炸机。 他还仔细地询问了厂里整风反右的情况。 他说,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下午两点多钟,毛泽东结束了对大叶钢厂车间生产的视察,在厂区却陷入了欢呼的人海。 他由王任仲陪同走在前面,张志忠由张平化陪同走在后面。 不一会儿,张志忠、张平化被挤到远离了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成了人潮的漩涡中心。 张志忠,张平化费了好大劲,才挤到毛泽东跟前,见毛泽东虽然汗流加倍,却依然是欢欣从容。 而后,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们见了面,谈了话。 毛泽东沿途还看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 接着,他们一行乘车来到黄石市委驻地,和市委机关的干部职工见面并合影留念。 下午三点多,毛泽东在沈家营码头,刚登上江峡号轮船不久,天气突变,一煞时黑云笼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江水白浪滔天。 毛泽东看着咆哮的长江,兴奋不已。 他说,你们会不会游泳? 敢不敢在长江里游啊? 三点四十二分,毛泽东更衣走下咸梯,第一个月入巨浪之中。 护油人员一见,不敢怠慢,一个个扑通。 扑通? 跳入水中。 一刻钟后,雨越下越大,逗大的雨点,大的人睁不开眼。 轮船上的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王任仲扯着嗓子喊道,主席,雨太大了,是不是上船算了? 毛泽东眯着眼笑道,雨大好吗? 他的话被雨声和滔声淹没了。 他继续在风雨中搏击,又游了十分钟,已经到了上摇河段,才被大家力劝上船。 五点三十分,毛泽东举起手,向皇室告别,承传顺江东下。 此次武汉之行,他与四万多名职工见了面,群众热情之高,生产场面之热烈,无不使他身受孤伍。 十日晚,毛泽东一直工作到九月十六日凌晨三点,方才休息。 预知毛泽东在安徽省内的视察情形如何,且看下一张分解。 东方龙曰,毛泽东在向王炳南面授记忆的时候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确述的方法。 比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紧紧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 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这一同美国人会谈的方针,和本传前面所讲到的毛泽东提出的所有的那些对美事务的政策和策略,构成了一整套的后人应该遵循的处理中美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有些人一反祖宗的成规,干了不少俱美亲美的事情,比蒋介石有国之而无不及,到头来自食恶国的报应,自然是难以避免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